随着英美多国企业先后开始实行周休三日的制度 南韩科技大厂三星电子也即将加入这个行列 根据南韩媒体报导三星电子六月开始 将提供装置解决和装置体验部门的所有员工 一周工作四天的机会 不过每个月仅限一次而且还得符合特定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每个月工时超过160小时以上的员工才能申请 而且休假日也统一规定在每个月发薪水那一周的星期五 当然员工也可以选择不放假继续上班 目前三星电子工会已在今年稍早的薪资协商中同意上述的方案 产业人士也透露三星电子已经评估这个选项两年多 希望能提供更好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抢供迁徙世代和Z世代的人才 同时劲敌SK海力士甚至是卡靠游戏公司 都已经采行局部周休三日制 可见谈性上班甚至是周休三日 已经在南韩企业界为维新潮流 欢迎新闻就有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